花蓮警方鎖定一名26岁的网信毒犯 经过连日埋伏 找到他长生的大楼 并且上前拦截围捕 对方一见苗头不对 就拔腿狂奔台沿路乱丢毒品 想要卸责 没想到通系犯虽然才26岁 年纪轻轻的 不过他的体力呢 却完全不是50岁远警的对手 跑了300公尺 他就腿软跑不动了 招警方逮捕导案 一名黑衣男子拿着蹄袋 从社区大楼走了出来 财政准备离开 刚才就被三名编衣刑锁定 眼见苗头不对 黑衣男子立刻拔腿就跑 只是才跑了大约300公尺 就已经体力不支 双腿瘫软 这个场面就发生在3号下午 26岁的王姓男子因重伤害 及毒品等案遭到通緝 警方在掌握资讯后 就立刻派人 在华联市国心五街 移出大楼附近埋伏 没想到他一见到原警 转头就跑 还沿路丢弃安非他命 虽然王姓范贤相当年轻 但却完全不是警方对手 一样被年过半百的老刑警逮个正着 王贤建警拔腿狂奔 在逃跑当中丢弃了一次安非他命 在逃跑300公尺后 原警将其逮捕到案 并且起货安非他命一包 全案以涉嫌毒品违黑防治条例 及重伤害毒品通缉 以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为了养好体能 用在危急时刻 警方平时都有定期在做训练 不管是伏地挺身 还是折返跑射击等等 没有一项是不在行 就算是年轻毒贩 当街跑给警察追 最后也只能束手就勤 记者 薛丽琴 欢联系报导